今天用这个猪耳朵跟豆腐根来做一道川味浓郁的下饭菜 保证你们也会喜欢 准备点香料 八卦 大料 桂皮 白蔻 香叶 干花椒 当归 干辣椒 葱节 姜片 再来上一个黄枝子主要是上碎 姜材准备好的香料给它倒入汤锅中 然后把猪耳朵给它放进去 简单的卤制一下 调味盐 白糖 滚安酸辣 老抽酱油 耗脂油 烧开后给它盖上盖子 用小火卤25分钟就可以了 我这种豆腐根来是烟熏过的豆腐根比较香 所以就直接洗干净切成小一点条 如果是那种酱油的豆腐根的话 我建议可以把它放到卤薯里面一起卤一下 再来准备两个紫皮毒蒜 把它切成大一点的可可 两棵红辣椒也把它切成小一点的圈圈 这里还有一根蒜苗把它切成小一点的结就可以了 这个准备工作我都做好了 然后这个还没有卤好 趁这个时间可以看上一集动画片 今天看伏鲁娃算了 这个动画片看来差不多了 耳朵也卤了差不多了 关火把它取出来自然凉凉 这个煮饭一定要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 煮出来的饭才会好吃 这个颜色也拔试试 这里大家也可以直接买卤熟了的猪耳朵 但是自己猪耳朵的话 我相信肯定会更好吃一点 并且更卫生 卤好的耳片冷却过后 把它打斜刀切成片就可以了 砂锅这里有点宽了 我们就切直刀 锅里下入一点92号的调火油 油温烧热过后下入准备好的小料 然后下入豆腐根 再下入切好的耳片 调过一点点盐 我刚刚赏了这个耳片没什么盐味 白糖 骨盖酸辣 酱油提色 最后下入一点蒜米 大火随便翻炒两下 这蒜米断生关火 出锅装盘就可以了 看着这个颜色我就咽口水了 最后给它撒上几颗 性感的冲发点缀一下美味鸡成 非常好吃的一道耳片炒豆根就做好了 这是春节期间的下饭菜 肯定比什么鸡亚鱼肉都更受欢迎 喜欢的朋友可以先收藏走 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哈 不喜欢的下期继续免费看 最后我先帮你们尝一下 这个味道怎么样 老板还没有回来 除了好吃就是下饭 比较标准的家伤味 带着这种海椒一点点味辣 蒜米的清香 总之来说非常值得去够了一道菜 好了 今天的视频这里就撒过了 我是响恋 咱们下期继续看动画片 拜拜